第五波疫情持續 不少確診的市民要入住隔離設施 我們就同一個負責管理清衣隔離設施的入境處人員了解過 怎樣貼地地了解用家的需要 令入營者住得安心 清衣社區隔離設施預初啟用後 交由近400名入境處人員團隊管理 包括入職只有兩年的余耳華 他坐鎮指揮中心接聽住戶求助 高峰期一度每天收過八個電話 第一步不是硬斑斑地提供一些建議 或者是一些要求 而是先去耐心聆聽他的需要 跟他慢慢去談 對於小朋友 他們可能需要一些消遣的用品 所以我們想到這一點 我們也有提供玩具給小朋友 另外我們也留意到現在其實快要踏入五季 可能入住人士他們出入 例如去廁所的時候 可能會淋濕 所以其實我們都採購了很多的雨具 或者未必能夠完美到 好像家企那麼方便 那麼舒適 但起碼也都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以內 做到最好 在物資儲存室 有經政府採購的日常用品 部分的額外用品 例如玩具 就是經社區團體捐贈 在這裏的入境處人員都身經白戰 如以華就曾經參與首波疫情下 安排武漢港人包機返港 和郵輪鑽石公主號港人 由日本撤離回港的行動 在Omicron傳播初期 如以華也都有參與追蹤來源 最終成功運出 在綠田園群組源頭的男患者 疫情尚未完全明朗 如以華說成功抗疫 市民的合作和堅持是十分重要 無線電視記者 張明欣報道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 新冠疫苗對長者猶如生死之分 在我們六千多宗的死亡個案當中 如果是六十歲以上的死者 其實佔了超過九十幾個巴仙 如果是八十歲以上的話 都有超過七成 所以就變成了 看到打針 和不打針 事實上就特別對於長者來說 是生與死的分別 所以疫苗接種的重要性 就真的很重要 他說現時八十歲或以上長者 接種第一針的接種率是五成七 第二針就是四成 接種率仍然是低 當局上星期已經達成第一階段 院射外展接種服務 不過因為有四成院有檢疫 未能即時接種 會在下個月中開展的第二階段 為康復的長者打第一針 和其他院友打第二和第三針 聶德權又說 國往有大約一成的院友家屬 書面反對長者打針 現時情況已經有改善 當局會派員直接解說和遊說 在今個月初開始 就在內地直接聘用三個月 短期合約照顧員 到昨天來說 就已經有630人耳經底港 他們來到香港之後 就會接受三天的訓練課程 學習裡頭怎樣去照顧 一些護理、一些體藥的長者 然後就會去到每一個的站托中心 去投入服務 落百多人過半已經到了不同的站托中心 開始他們的工作 同步寫處在本地都會招聘三個月 臨時合約的照顧員 反應是非常之踴躍的 是收到5500個申請 也都開始分批去約見這些申請人 有部分人士了解了工作的性質之後 他們的興趣就沒有那麼大了 首批獲聘的42個人員已經完成訓練 我們暫時分派去一些壓力上非常大的院舍 去直接提供服務的 去舒緩這些院舍的人手的壓力 第二批22個獲聘人士 大家共同希望 今天稍後4時半公佈的數字 是可以跌破一萬鐘 這是一個好的趨勢 有了這個好的趨勢 從今天3月26日到我早前公佈了 希望在4月21日分三階段三個月 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還有足足四個星期 我們希望這種向下的趨勢會繼續 就可以滿足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的大前提 即是說疫情沒有反彈 而且是繼續呈一個下降的軌跡 我們可以逐步開放 但是在4月21日之前開放 是不會進行的了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疫情 不會快到在這麼短的時間 是會下降到一個令人很放心的階段 而打針的工作 仍然是需要快馬加鞭來做 壓力打開 對於內部的組件是作出深入的調查的 海關人員嘗試打開這個變壓器的蓋的時候 因為這個變壓器的體積是非常之龐大的 還有它的材料是非常之堅固的 再加上變壓器的封口是用超過100顆的螺絲鎖住的 我們單單在打開這個蓋的外層 我們用了很多的時間 才可以打開這個變壓器的封口 打開了封口之後 我們發現了一個油缸是浸滿了油的 由於整個油缸是浸滿了油 變成我們是檢查到 是不可以很徹底的檢查到這個變壓器的底部的 所以我們要將整個油缸裡面的油 總共是750公升的油 抽了出來 因為如果我們不抽那些油出來 對於我們的檢查是會非常之危險的 因為油是一個異議物品來的 我們抽走那些油之後 我們發現原來還有一個金屬的板 是覆蓋著它裡面的零件的 變成我們看不到那個變壓器內部的結構的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 要將那塊金屬片切割開 才打開看到它內部的零件的 打開那個鐵板之後 我們發現裡面是有10個鐵箱 而每一個鐵箱都是用厚厚的原板蓋著 原板裡面還有一些金屬的銅絲 是捆綁著鐵箱的 再者我們發現裡面的銅線是很不規則的 我們相信一個正常的變壓器的零件 不應該每一個組件是這麼不規則的銅線捆綁著的 所以更加令到我們覺得這個組件裡面 那些零件是很懷疑的 所以我們決定是會鋸開那個鐵箱裡面 看看裡面是會不會有收藏在裡面的 鋸開那個鐵箱之後 我們發現每一個鐵箱都是有10塊的懷疑可卡因毒品 每一塊就是一塊的鋸開毒品 大概1.2公斤那麼重的 總共裡面是有10個鐵箱 每一個鐵箱有10塊 就是說我們在這次的行動裡面 檢獲了10塊100塊的磚撞懷疑可卡因毒品 市值是1億1千萬港元的 泛族集團是花盡心思 利用油壓式的變壓器的構造複雜性 以及它的材料的堅固性 它的特點 還在以松學式的手法 收藏手法 一層一層地將毒品包住 試圖使毒品是不會通過我們X光機的檢查 可以發現得到的 再者 那個變壓器是注滿了油的 販毒集團也都希望將一個正常的油壓式的變壓器 就盡量呈現在我們眼前 目的亦都是增加我們海關人員檢查的難度 這票貨呢 由開始到發現毒品 我們用了足足超過10個小時 才第一眼看到毒品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收藏手法的精細 而且浪費了我們很多時間 涉而不捨 這樣去打開 最終都是發現到的毒品在裡面 發現了毒品之後 我們海關毒品調查科 就隨即接手這單案件的跟進調查工作